持组键盘就要过时了 今天雷博凯华联合发布了电感轴 私信又被问爆了 都在说托马斯帮我们看看这个电感轴 那到底是吹牛还是蒸牛 好我就来给大家简单的解析一下 和持组键盘不同的是 电感轴的实现原理是基于电磁感应现象而来的 大家有坐过地铁吧 在过安检的时候会有人用安检仪去扫描你的身体 那安检仪的内部就会形成高频的交流电 如果你身上带着金属导体这种交流电 根据电磁感应现象 会让你身上携带的金属导体也会产生一定的磁性 离导体越近 导体产生的磁性也就自然越强 安检人员就能够通过安检仪 知道你把那些危险的东西放在了身体的哪里 更具体的实现原理 那我就不重复说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李永乐老师的这期视频 那电感轴有什么优势呢 我给大家再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那就是自动投币机 那不同国家的硬币都有自己独特的铸造方法和铸造材料 而不同的材料在相同的电磁场面前 就会有不同的电磁学的特征 即便甲币在外形直径重量上都做到了和真币一模一样 但是材料和铸造工艺不同 甲币依然就能够被识别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反推 只要电感轴内的导体材料成分相同 形状相同 得到的最终数据就会是相同的 相比磁轴所使用的磁铁来说 兼容性更好 更易于生产 稳定性也更强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导体材料的表面不能够存在明显的凸起 动野 刻痕 凹槽的缺陷 电感轴在公开的物料当中已经说了 轴体内部带有铝棒 铝棒在轴体内部敲击几千万次之后 是否会产生损伤和划痕呢 轴体会不会因为害怕铝棒损伤 而做成老磁轴的那种开孔结构呢 目前都不得而知 我特意问了下凯华的朋友 他们说这些问题他们早就已经想到了 解决方法还在保密阶段 不能够脱颅 让我们期待一下这个轴体到时候的表现吧 好 好 好